來看古典文教基金會四個收集東話運動輸料 這回該以領上紀錄貧窮的角度 遵求忐忑台灣民主自由的計劃 申請發表會現場規篇分析 大家都希望自由這份契 讓後一代了解 在到現在的民主自由是真不簡單的事情 按臺灣早期街頭運動領上可以發顯 過去的空間行動都是很嚴肅 但後來的街頭運動就有更嚴肅的氣氛 透過的領上的收集 突然文教基金會時代出版申請 也來去領領領上電 主要就是把街頭運動過去在那裡表現出來的形式 做一個經理 早期大家比較緊張的建築是政治單位 所以大家都有的是暗中 寫大字報 寫看板 都用書法的 用筆 這樣寫 但是要是延遍到有電腦 讓大家拿出來的培養就很多 然後要是有人用造型 是說彩繪人體 是說人偶 街頭行動劇 本身也是街頭運動出身的中華市長臨四行表時 街頭運動都會讓人一種衝官保立的印象 出席上經過時代變成 以及民主政府的努力 很多空間行動 變成吃醋味也很有創意 我們議員說街頭運動是很積極的 甚至有人給我們形容街頭運動是很保險的 其實不盡難啦 我們看到很多藝術家 很多奔透的藝術家 透過很多藝術家 收集齋的資料 集結成這 土電文革基金會這回 除了出版新職以外 也在中華市的府入學院 也就是花用市長臨留 電視198000年到2000年這段時間 臺灣民主運動的立宿獎品 準備了解臺灣民主運動過程的民眾愛百機會 民主台灣 街頭創意 大眾新聞 中山中華 蔡芳博德